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花莲的凤梨出现滞销的问题了吗 瑞士乡富源三村为花莲最大的凤梨产区 不过受到了高温气候 也使得凤梨同步红熟 再加上与南部凤梨壮旗上市 不仅是市场饱和 以花东唯一的复兴凤梨加工厂也爆量不堪负荷 凤梨出现了滞销的问题 现在的农业处特别下乡会看之际 农民更是大土苦水 请求农政单位帮帮忙 库下的花莲天天飙高温 一年半生的凤梨也红熟的快 和南部凤梨壮旗上市 再加上外销之路受阻 让原本应该开心丰收的农民 现在却是愁容满面 对着下乡会看的县政府农业处人员大土苦水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出拍卖地很口 因为量太多了 全部挤在一起 然后一箱上去都等血本贵 因为现在工资也贵 然后肥料什么 全部箱子箱上的最夸张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 既然台湾凤梨市场饱和 进入加工市场 国品爆量 让一花东唯一凤梨加工厂的复兴 凤梨加工厂 在设备及人力有限的情况下 不堪负荷 期盼农政单位重视 他要把种植其他东西 或者说他可以把时间点往后拉 避免掉这个包装 所以大家种植的时间 可以把它收藏吗 对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想增加 但是增加一个小部分 我们公共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有这个资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有讲到七座 如果产量太多 我们就是能够辅导农民来七座 第三就是刚刚我们那个总监事说讲的 就是我们那个旅游的行程 那种经验 花莲的金钻凤梨面临鲜果滞销 加工果又爆量的双重问题 让农民苦不堪言 县福农业处长陈淑文 县衣会农政小组总招 哈尼加造 在南区县政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地方商民代表林雨芬 以及农民的陪同下 实际到场会刊 当面和农民沟通协调 因为像去年的时候 哈尼自己本身也是有建议 我们农业处 今年一定要有很好的配套 来帮助我们的果农 那也希望说政府这边 县福这边 也可以给我们的果农 有更好的一个配套措施 其实县长很重视 希望我们的农产品 除了鲜果之外 可以进一步的做一个加工的利用 像我们现在在复兴社区 就有个凤梨的加工厂 做一些果干 或者是一个馅料的制作 那我们也会很积极的 跟其他的企业来做 不管是果汁 或者是我们县内的冰品加工厂 来做一个凤梨产果的应用合作 这边农民所提出 包括控制凤梨栽种面积 及栽种时机 并且在产季期间 办理凤梨季等相关的推广行销 等等建议 县政府农业处也高度肯定 也将带回延语推广 提前因应明年度 凤梨可能再度面临 产销失衡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